小朋友们好,我是一辈老师,我们又见面啦! 今天我们要一起学习登山宝训八福的教导 尽管赞美神,学习经济,还有祷告 小朋友们在还没开始之前,我们现在做一个开始的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 求主你保守,我要带领今天的线上聚会 也求主你透过登山宝训八福的教导 能让小朋友们更加明白你的心意和你的话语 我们将一切都在你手中 现在导课还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曲,我们一起说Amen! 好的,我们把一下时间交给乐文老师,还有Sabrina老师 我们一起敬拜吧!Let's go! 耳事实事 纪 Bertrand 近近的雪 我要 walk, walk, walk in the river 我要 jump, jump, jump in the river 我要 dance, dance, dance in the river of yours 我要 walk, walk, walk in the river 我要 jump, jump, jump in the river 我要 dance, dance, dance in the river of yours 哇哦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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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 walk, walk, walk in the river 我要 jump, jump, jump in the river 我要 dance, dance, dance in the river of gold 我要 walk, walk, walk in the river 我要 jump, jump, jump in the river 我要 dance, dance, dance in the river of gold 我要 walk, walk, walk 我要 j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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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mp 我要 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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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nce oh yeah, show me what you got 我要 walk, walk walk, walk 我要 jump, jump jump, jump 我要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walk, walk, walk walk, walk, walk in the river of gold 虽然道路其实困难险阻 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 不能明白为何感慈重感 但我始终相信你一直接着我 大山 why not go 大山为我驻开 大山为我驻开 大海游露出狼 我要大山圣告 耶稣 你一直都在 一柊上的裙音 将现实下歌爱 我要大山圣告 耶稣 你一直都在 虽然道路情绪 困难陷阻 但我心中知道 你一直都在 不能明白为何 但此重担 但我始终相信 你一直牵着我 大山为我多开 大海拥有我出来 我要大山去教耶稣 你一直都在 你受伤的地盘 掌声是真的爱 我要大山去教耶稣 你一直都在 你的话让我明白 你爱我永不敢改 你把手我提心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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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大山去教耶稣 你一直都在 你受伤的地盘 掌声是真的爱 我要大山去教耶稣 你一直都在 我要大山去教耶稣 我要大山去教耶稣 我的帮助我提心坏 我的帮助从早天 你一直都在 阿优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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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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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的 小朋友 登山宝训的Buff就讲到这了 所以你们回去把这Buff给记起来 下一次老师会给你们小测验 然后答对问题的小朋友就会有分数 让你们换取礼物作为奖励哦 好像是有这回事 好向旺了 我可以和你们一起复习吗 那就赶快吧 主任学快要开始了 好好好 Wesley 我先考你最简单的 为什么叫登山宝训呢 因为耶稣是上了山 在山上给门徒讲神的道 所以叫登山宝训 对啦 那么你记得耶稣在登山宝训里讲的Buff吗 嗯... 让我先说说看吧 第一符就是 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意思是我们愿意用谦虚的态度对待自己和别人 接纳自己和别人的缺陷和软弱 以至于我们有福 因为天国是这样的人 我说第二符了 爱动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意思就是 神喜悦我们 是当我们懂得为自己所犯的错误 罪 忧伤 认错 及悔改的心 我们最大的安慰 就是神失眠我们的罪 并且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 能够胜过罪 Wesley 到你了 第三符是 温柔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温柔就可以有一块地 那我以后就可以有很多地了 哈哈哈 不是你想的那一块土地 温柔是说 懂得制服自己的冲动 默契与暴力 所以我们应当学习用温柔的态度 和人相处及处理事情 那你就会有收获了 比如说能把事情做好 认识到新朋友 到我了到我了 第四符是 既可慕意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是的 你明白这符的意思吗 神的话语就是心灵良识 我们要可慕我明白神的话语 天天读圣经 心灵旧饱饱不会饿哦 答对了 到我了 第五符 连续人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蒙连续 神要我们有连续的心 对待身边的人 学习体会人的软弱和困难 神说当我们对人有连续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享受一个福气 就是我们也被连续 轮到我说第六符 庆幸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神必眷顾 用单纯的心仰望祂的人 所以我们要单纯以神为乐 单单的依靠祂 单纯的紧紧的抓住神 第七符 Mersley到你了 Ladies first 好 第七符 死人和牧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就是我们学习在生活中 成为死人和牧的人 愿意原谅曾经得罪自己的人 这样我们就得着 称为神的儿子的福 就是相亲相爱哦 是是是 好啦 Wesley 最后一个福了 没问题 简单啦 第八符就是 为义受逼迫的人就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嗯 意思呢 相信主耶稣的人 有时会承受到一些逼迫 冷言冷语和嘲笑 但我们认识耶稣为最宝贵的 愿意为了主耶稣而努力 勇敢向前走 因为天国是我们的 小朋友们 主日学要开始咯 请大家回去各自的班 准备上课咯 时间刚刚好 复习完毕 我们等一下看看谁拿到最高分 当然是我们啦 哈哈哈哈 走吧 要迟到了 老师进班了 哈喽小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婉儿老师 现在又到了金句的时间啦 我们一起来念咯 这是来自诗篇一篇二节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变为有福 我们再念一次咯 唯有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变为有福 OK 圣经的第一句话里面说到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那小朋友们 律法是什么意思呢 律法意思就是神的话语 里面包括神的指示 启示 还有命令哦 所以当我们尊重神的律法 我们就要多多阅读圣经哦 OK 第二句话呢 就讲到 昼夜思想 就代表呢 我们无论是在白天 或者在黑夜 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要常常记得 常常想起 让神的话语 进入我们的生命 改变还有建立我们哦 最后呢 就是这人变为有福 这里的福呢 就是刚刚美娟老师 还有小朋友分享的 登山宝训里的福气哦 所以小朋友们 如果你们想要由神 给你们的福气 你们就要多多读圣经 多多向神祷告 多多庆祝神哦 来小朋友们 既然你们已经了解到了 金句意思 那我们再念个两次哦 诗篇一篇二节 唯喜爱耶和娃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变为有福 再来一次 诗篇一篇二节 唯喜爱耶和娃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变为有福 小朋友们 你们都很帮哦 变成了恩典 大大的赤福于你 拜拜 小朋友 我是Jasmine老师 在这个登山宝训里 有多少个福呢 嗯 答案是八个福哦 这八个福呢 要把它放在我们心里面 这样呢 在我们生活上 我们可以学习做出来 让我们可以做个 陶石学的孩子 好的 让我们请内心小朋友 报告 Let's go 亲爱的主耶稣 谢谢你透过登山宝训的八福 教导天国子明德 品德与福气 祈求主耶稣赐给我们一颗顺福 听从你话语的心 将今天所学习的八福 在生活上 在生活上行出来 成为荣神 一人的孩子 感恩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 得名祈求 Amen Amen 谢谢美心小朋友的祷告 小朋友 下个星期日 10月18号 11点半早上 老师和小朋友们 会在顺上 见面和交流啦 当天早上 各班老师将会 透过WhatsApp 发连接给你们父母亲们 老师也欢迎你们带更多的小朋友 一同参与 小朋友 你们可以在我们恩典国度自治 Karis Kingdom Kids的Facebook 或Instagram 指导更多的报告和活动 也是爱你 我也爱你 再见